他故意选了自己前任的 好高啊 天啊 这是他的眼神 他爱他 对 就根本藏不住啊 而且感觉他把他当小朋友 对 带着哄着的那种 我觉得理解如果错了 他一定会后悔 会很后悔 是你穿上他主持重大节目吗 还不算一个具体的故事 那是一个寓意 这双鞋呢 具体的我哪一天穿的它呢 其实是毕业红毯的时候 毕业红毯的时候 是我跟他一起走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大队同学嘛 甜呐 太甜了 这是一个很具象的 就是这个鞋子的意义 但其实这个高音鞋对我来说 是意味着很多东西 无论是爱情上还是 也不算事业吧 因为那个是大学的时候 一起主持啊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呢 是我人生当中 最美好的时期 怎么这段有点想哭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可以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你们理解对方的一切 这是灵魂的高度契合吧 很美好 非常美好 应该算是整个中国播音与主持专业的 最高殿堂 然后两个同学又是里面的 最好的成绩 班队 那为什么分手 小玉岩问对了一句话 这我好想知道 就是时间到了 到了一个该分手的时间 什么叫该分手的时间 那五年的时间嘛 那个时间就是一个 要么就结婚 要么就分手 那分手是你提的吗 是我提的 那他当时是想分开的状态吗 好像 好像还好 不想分开 我觉得分开 就是我觉得如果当时我们结婚 不是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行为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然后 我觉得可以各自 做一个更自由的个体 去享受一段自由的时间 他还是在回避那个真正真实的原因 他是不是觉得当时也遇到很多问题 也走不下去了 那可以讲讲具体是什么问题啊 不能说他该了 对啊 好受伤啊 就是我们已经像家人了 没有太心动的感觉了 这可能是 原因 特真的一句话 这可能是那个原因 但是你后来这五年里面 哪怕有一刻一秒钟 有后悔过分手吗 哇 这有问题 太多时刻了 估计 就是现在就是家人离异夫妻 离异夫妻的状态像家人一样 就还没结就离了呗 不知道 浅哥认不认同 没有 老前说两句啊 那如果你们有一天就是相互删除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完全不联系 你能受得了吗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你们已经分手了呀 就是 以我的 爱情观 我也会希望 后面我如果在一起这个人 会理解我有一个这样的人的存在 我会希望他知道他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 哎呀 你心中有一个这样我分量的人 他在你心中位置很多 但是我 我不确定这是爱 我的角度会有点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不一定是爱 对这不一定是爱 这不一定是爱 就是 是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吧 是 每个人的爱情观不一样 那这场爱情观我还是不太理解 因为年纪不到了 我目前还不理解 而且是我希望结束的时候可以理解 对 而且如果是我的话 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男朋友 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人 反正我的 从我的这个爱情观来说 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 就是你们两个 不继续在一起 对对 我希望我结束的时候可以理解 这个事情 他们都不理解 其实后来有一点点问题 我是觉得在于 就是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到后期他已经不太喜欢 跟我单独出去了 就是始终我们旁边都会有一个或移民上的人 我不知道是为啥就没有那么喜欢单独跟我出去 为什么有说呢 不知道希望我会知道吧 好留一个悬念 嗯 留一个悬念 它是一个很厚的一个日记本 然后是我和他从认识的时候到我第一年在一起一起过生日 就每一天都记录了他的一些想法 然后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礼物非常感动 当时就是在酒店的房间 然后布置了很大一堆 然后有一本这个日记本 天哪 有一个好浪漫 对 特别浪漫 有一个 当时特别流 特别流行的G-Shock的一个手表 我一直 很怀疑自己是不是值得 被很好的对待 在我上大学之前经历这样的感情之前 但是我觉得那次我就觉得 就是 他一天就把人给击穿了 哇 我从来没有说到过这样的 对 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带我看世界的人 我没有见过这个世界 我在一个山震当中长大 他带我走上了一条探索自己的路 或者说探索世界的路 但是到后来我觉得自己就狠 我觉得我不配 我就是我做的不够好 因为他总是会说 可能这也是他的习惯 因为他就是 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 以至于他对我的要求也会很严格 他会常说你可以做的更好 或者这个事你做的还不够好 因为他比我好 他比我好太多 会让我觉得我 我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他眼中的那种好 所以就是慢慢的到后来 以至于到分手的时候 他说分开我也会支持他的决定 是因为 我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当时因为毕业以后有校长的面试 在我们各自失去了各自可能最好的机会之后 我们也一起去面试了 但是最后 因为他在的 他在的地方我不喜欢 我在的地方他不喜欢 那我们就说那不如就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那个时候我会有顾虑 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为了你 我去我去到那个地方 我很害怕之后在吵架中 我会说听那句 我是为了你我才来这的 这太伤人了 这个真的很很伤 所以我就说那不如就 就找更好的东西吧 或者更好的自己 也好 站在你的角度 你觉得理解刚才说的他前男友 到后面已经不愿意跟他单独出去 是因为啥呢 对 可能是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怕 嗯 你怕自己让他不满意 就像 就是 你怕自己让他不满意 他也会说 他也会说 他说你 你怎么就不知道 就能努力呢 这又算什么呢 我没有决定在努力 但其实我那个时候我用尽全力了 但是我 没法说 因为我 我没法承认我自己就这么一点力量 它应该会让他抓紧 الر 尽溃 看 这不该会的 这不就是 这不就是 看 自己让它赤壳 真的那么好吗 还是是 你心里 你把 你想要把她想得这么好 可能有美化的成分在 但是 每个人对过去都是有滤镜的 对 我真觉得她很好 而且我也不希望 她觉得自己不好 也一直以一种朋友的身份陪伴她 那假如她 真的 到了人生低谷 状态特别差 嗯 我不会后悔 但是我说了我难免 人生难免会有遗憾吧 你会觉得遗憾 我会难免会有遗憾 我会 难免会有遗憾 唉 好